好,那接下来我想要来推荐一下这堂壁上有什么呢? 首先第一堂是我们自己性内的壁修 那这堂壁修它叫做基础表演 那它其实是表导组的壁修 就是我刚刚有介绍的表演机课的一个加深的加广 那这样我们会学什么? 那我们可以看到像这样照片里面 我们所做的一个身体的伸展已经不再是单一个平面 比如说不再是脸部 或者说不是手不是脚 我们会变成说我们会 做非常多的就是全身性的一个肢体的一个运动 那我们也会就是非常频繁的就是进入到排练场 那非常不同的就是可能在表记课的时候 我们就是随便找个走廊就可以进行 但是在这堂基表课的时候我们就会 运用了剧场面的灯光舞台等等 然后把这个氛围去做得更强烈 那我们甚至会拍一些就是演出的剧照 那像这个剧照呢就是我们当初我那一届的一个 一个照片这样 然后我们会拍完这个剧照 然后我们会创一个粉丝专页 然后会把 就是会开放免费锁票 然后把这个整个戏剧的展演 变成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形式 然后告诉给大家 然后另外一堂课呢叫做 戏剧治疗PBT 那在这堂课里面我觉得 非常打到我内心的部分是 这堂课其实它才只有短短的七天 它是一个暑假的密集课程 但在这短短的七天我们居然可以 学会如何去用一种就是开放的心胸 然后互相的跟我们的伙伴做信任做理解做包容 那另外比如说 他在课里面教的叫做一人一故事剧场 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像旁边的图里面 我们好像在表演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用很很漂亮很精美的舞台 我们不需要很精美的灯光很炫耐的灯光 我们不用 我们只需要有五张椅子 然后一位主持人一位说护士的人 就可以组成一个剧场的形式 那这个剧场它主要想要讲的就是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主角 每一个人的故事都值得被演出来 好 接下来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剧场中的有趣的用语 好 那第一个是我们的表刀组片 那我们很常会听到 就是在舞台上的时候就会听到说 麻烦演员快走喔 那这个快走的意思 不是说叫演员赶快离场 而是跟那个演员说 就是麻烦你用比平常快的速度 然后把整个剧情转过 然后就是确认一下你的可能台词 或者是走位等等 那这是快走的意思 那比如说你也会听到说 演员麻烦自己找饭吃喔 那这个意思不是说 中午到了要放饭吃便当 并不是 而是说演员 他必须要有自己一个内建的能力 就是说你在舞台上 要了解说灯光舞台这个时候 此时此刻的灯光要打在哪里 那也可以说他其实就是一种 演员要自己懂得如何去找光的这个动作 那另外呢是丢街 那什么是丢街 不是说叫你在舞台上面真的丢街球 而是说我们今天舞台上 可能有两三个演员 那我们今天要开始对话的时候 我们的默契 我们的信任 那不管是说我们是丢对话 又或者说台词 动作 情绪等等 这个对于演员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呢到了我们的设计组片 那比如说我们会听到所谓的就是SkooGang 那什么是SkooGang 它其实就是电动螺丝起子 就是SkooGang的一个中文的直翻 然后听起来就蛮可爱的这样 那其实就是SkooGang在剧场里面 它是设计组进场的时候必备的一个用品 好 那第二个是所谓的猫道 那什么是猫道 猫道不是说有猫咪在上面爬 猫道的意思呢它其实就是Catwork的直翻 那它就是通常会在舞台区的正上方 然后可以比如说挂灯啊之类 就是方便技术人员去做通行的一个通道这样 那第三个是CueFace 什么是CueFace 不是说可爱的脸 CueFace的意思呢是比较偏向在于 灯光人员在调灯的时候 他要确定说这个灯的位置是不是 就是打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面 你可以真正的达到演员身上 所以这是比较偏向灯光的用语 好 那在进剧场片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们会听到拜拜 那拜拜的确就是像我们大家所想的 就是我们会准备一些比如说共评啊 或是说乖乖 然后在进剧场第一天的时候 我们就会集合所有剧组的人员 然后我们就会一起就是进行拜拜 然后就是它其实就是希望可以保佑大家 在这个这段时间里面都可以平平安安安 吃顿利利这样 好 那第二个是Announce 什么是Announce Announce 其实它就是一个戏剧演出前 它会进行的一个广播 比如说你很常会听到说 演出即将开始 然后我们提醒你 请勿录影录音 请勿饮食等等 那它就是对观众 就是做一个演出之前的提醒 这样 那什么是三明三暗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在看演出的时候 演出开始前 你就会发现那个观众席的灯会 闪亮闪亮这样三次 那其实这个意思呢 它其实是想要提醒观众 跟提醒所有的就是工作人员 就是演出即将开始 大家要做好准备了 这样 这几年在G1系的所学 那我就是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是 请问艺术跟商业的距离到底是什么 那其实在讲这个之前呢 我们先来解释一下 就是到底什么是艺术 什么是商业 那其实艺术呢 它是透过了一种创作的模式 然后去传达所谓的神秘理想 那它是一种比较偏向于就是精神享受 而不是我们所谓的生理快感 那其实艺术它是需要有一些 社会的一个教育的意义 然后更多的时候是可以就是 就是陶冶陶冶性情这样 那在商业的部分呢 我们很常就是 它是以盈利为目的嘛 所以我们会发生一些 就是有关交易的行为 那很常听到商业的时候 我们就会直接 下意识的联想到金钱跟政治 好 那这个艺术跟商业的这个问题呢 它其实是一个亘古的大灾问 只要读艺术相关的人 其实我觉得都会 这个问题都会是困扰 困扰每个人蛮久的 那就是在于说 艺术跟商业的纯粹性到底在哪里 那又是不是说今天 当我艺术沾染了商业 它就变脏了呢 又或者说 是不是艺术只能做纯艺术 如果艺术碰到商业 那它就是被亵渎 或者是说 它就不那么纯粹这样子 那经过了就是 这些以上就是可能上海经验 或者说学习的经验之后 我会这么说 我觉得其实艺术跟商业 它们两者 并非是一种非黑即白的观念 对我来讲 它们两个其实是可以 达到一个所谓的一个平衡的状态 那当我们达到这个平衡的时候 它们其实是可以达到互补的 那怎么说呢 比如说 我今天想要利用一个戏剧的展演 然后去跟这个社会讲一些 我对这个世界的理念 或者说我对我自己个人的一些想法 那当然是非常好的吧 那如果我今天 在这个出发点之下 我们运用了一些 有关于可能商业的一些传播的媒介等等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就是把 整个戏剧的受众的人 可以把它拉得更广更多 让更多人去了解说 你到底你想做什么 你想说什么 所以就这个出发点 出发的话 我觉得 其实艺术跟商业 并非是那么绝对的东西 它是可以 它是可以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互动的 对 所以这是我经过了上海实习之后 重新思考得到的体悟 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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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